这姑姑使得还能顺手吗 里面在室里待了 妈呀 我这做了好几年饭 就是在大伙做的 在那个室里又有楼 他们退休的时候也有退休金 调音都挺好 为了为啥上农村来呀 有车有房的成为大姐 静一眼相众 挑剔的农村大哥 两人之所以牵手成功 靠的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王燕王大姐去吧 欢迎欢迎欢迎 姑娘神亲 今天来乡亲的这位是王燕王大姐 今年52岁 离异退休金2200元 我俩那时候我俩自己出了一下 那时候我俩出了六年 我俩结婚的时候参加拿100块钱 要不那时候就是说 叔叔小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这句话绝对太干啥了 必须得听老人的话 比如说你俩出了六年 你父母这块是不同意的呗 对呀 差啥不同意当时老爸老妈说一说 家庭人不好 完了就是有人说他们家 就是孩子多嘛 他本身是老三 完了之后 到我们那结婚也没有钱 啥也没有 反正你就 你自己愿意 你就找个人 不愿意就拉倒 完了我们俩自己赠钱结婚 啥也没有 刚开始是租房的 然后后期我妈的 我那房子都是闲的 就回去了 回去住去了 大姐啊 你真是恋爱恼不恼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可真是自作自受啊 就是因为他干这个 我们家包孙儿活嘛 完了之后吧 就是总是买件买件的 就跟那孙儿买件商店的女的 他们俩吧 已经别人都知道 就我这会知道的 完了我呢 你就 就 毕竟我俩是自己处的 你说这咋的 就是有感情基础的 还能这样吗 那没成想到后来 爷爷就这样了 他之后就是 最后那年已经 就这么乐视 你就跟我躺白了 说你别管我 我一年给你拿回几万块钱 但是我那时候小 三十多时候跟你说 要是现在的话 我肯定说 那钱呢 赢不回来 钱回来就行 但是那这 你就光说的 你给我钱 你赢不回来 不行 就四十小 懂得太少 大姐啊 该说你啥好呢 你俩这就叫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 一个愿爱 谁也愿不着谁 那人先的想法 绝对是不一样了 那这是那么想的 但是现在 我说要是现在 有很多事 那个三十七离婚 我说三十七离婚 只要是再找十年的话 我就不这么想的 我找找的 我四十我就找了对象 我再跟那会儿 再三个孩子 我不至于现在 还像这样 但是那这这形式 没有 没有说的 我觉得说可以 我就 我就不找 我找就找 比你强的 可不是吗 虽说现在已经年过半百 啥啥都好 就是身边缺个知心人啊 农村的也 其实也挺好 令人没想到的是 城里大姐 对于农村生活 经一场迷恋 这个家放羊 穿着鸭的 我告诉你 这个事实了 不看外包 一个是 你最心情了 一个是 你看 你那什么呢 为人处事呗 你对不对 女人还行 是不是我丑行人 丑人在农村能待着 就农村院就行了 她又不挑咱们 咱也没啥说 我丑行 丑行了 行 红娘这次 总算是找对人了 大哥大姐一见面 就给彼此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 这个大的了 哎呀都像小猪了 大的十多头都卖 对啊 这个猪是比那猪肯定得贵啊 这么肥呢 比那猪 这反正 对 贵点 它都要这个 差一块多钱 差一块多钱 一斤呗 大哥 就这 这年钱 这一个月的就相当于 十多头猪全卖了 能透露一下这十多头猪 卖了多少钱吗 卖七万多块钱 卖七万多块钱 她这羊和猪一年十万块钱 肯定是能挣了 一个老爷们给这家整个样不错的 你就是这种人 你就跟她 你就是说的 你说这不能会遭多大罪 知道不 俯啥样咱是不知道 但是人没出现性格 所以那你说 咱们瞅的都挺好 每个人都有点脾气 有点性格 但是这玩意 就通过触着才能看看 平日里 一直放羊的大哥 看到大姐的远道上来 赶紧把羊赶进羊圈 准备回家唠正式去 大哥 你这经济实力真是没得说 十几只猪就卖七万多块钱 换谁谁不迷惑 可是大姐说 两个人合不合适 还得再处处看 这里整的啥呀 我碰点骨头 我这搞点豆角 没啥顿的 排骨真豆角呗 这排骨是咱自己家的猪吗 是是 隔家猪 是那个大黑猪吗 是 哎呀妈呀 隔家不是 你不像视力 这买点菜可 我买点条鱼 我还得有点 买点菜 菜啥再看看 不是 现在残佣有多少钱一斤呢 没问多少钱呢 我都抓完了 那抓完仗我就不让了 好 你就看看大哥买这个菜 鱼 这都先买了 对不对 而且我注意到 刚才你看门我说了 这个残佣 如果说今天你不来 大哥自己能舍得说的 买那么多残佣吃 那对 肯定不能 那个40多万千斤 现在40多 给这块我估计得50多 人家这个心啊 就是说的 你来客人呢 来啥 这个心不口 你知道不 红娘看到大姐 对大哥的印象还不错 赶紧把俩人领到屋里 进行深入了解 移进屋 大哥炖的排骨 真是满屋飘香 红娘看到大哥用心 也忍不住 在大姐面前猛话一顿 大哥啊 你这次要试得抱得美人归 红娘的功劳 可得占一半 经过这一框 大姐也觉得大哥 是个待人大方 踏踏实施过日子的人 哎呀 上炕 上炕吗 必须的啊 大姐 上炕来 你把一只放这 坐那边吧 这边热乎 那边撇这边热乎 坐那边吧 大姐 吃点 肉 上炕 不是 你上炕会来 你看 红娘都冷了 红娘都要做炕是吧 来 快点 你也得上炕会 我也是上炕 当然农村就得学 来起来啥 都要上炕 那是真的 上炕 上炕 你要说我给农村 我跟你说 我待在地上 比这个环境恶劣多了 你就给山上那小破坊 你这采石厂子啥呀 是吗 就那破房子 两间破房子 醉那啥的时候 我自己在山上 就你当你妹妹在山上 我自己晚上 我自己在这看 大姐啊 你真是把这里 当做自己的家了 俗话说女追男 隔层杀 大姐主动分享 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经历 大哥一听 马上就胸窝里栽牡丹 兮花怒放 就是看咱俩的演员 你看我能有没有啥反感 没有反感 就是说我是啥的 就是这些年来 要不他问我 他说的 我一个吧 我俩离婚之后 你孩子归我了 就是归他了 完给我儿子待了 完了这些年呢 孩子小 完了也没找 找一说有个儿子 你不管是他爸管不管 现在在你那会儿 都觉得是负担 那孩子也挺大了 那不都得三十来岁了吗 我是二十八了 他现在根本就像给 门方上班 我这要他说呢 我说我是哪都行 那孩子啥 不也没有啥复杂的 孩子都称家了 那也婚呢现在 是 咱孩子吧 那都不是说 你说你好人家 你说像咱们那样 哪家没有孩子 都得有孩子 是不是 咱别说你害我孩子了 咱得有这个想法 咱俩能过长远 听来了 谁也等不住啊 大哥和大姐 再次小路乱撞起来 大哥也一天往日的挑剔 表示大姐的儿子没结婚 也不会成为两个人 爱情的半小时 你说你这么多钱 对我也不过问 你这么多人那是你的 你隔下村子 你隔下或者咋子 我在一个 这个农村 我的院 咋说 咱俩也能过 太大希望没有 一年反正十了万块钱 一年 我咱也不如创业 就这些玩意 我就放放羊 你就给我做点饭 你要说吃啥 我就跟你 跟前面有 我去买去 你做完了 咱俩 我还找方便吃的 你也乐呵了吗 放不成问题 因为做饭 他说你不做那个 你跟我说 我要在家 我可以做 看来这次红娘 真是找对人了 大哥都主动规划 其两人在一起后的生活了 俗话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大哥对于未来生活的安排 给足了大姐安全感 这锅使得还能顺手吗 里面在室里待了 妈呀 我这做了好几年饭 就是在大锅做的 还到这里吧 都会 刚才那老弟说了 说这是往这里倒的 我说给农村做好几年饭呢 给塞上 对鱼啊 对鱼 我给你烧火啊 你用啥子都在找个人 他有一种乐趣 大哥和大姐啊 这俩人真的是牛郎配植女 天生一栋啊 两人在深入了解之后 便在红娘面前秀起了 这俩人你做饭来 他烧火可真是羡慕旁人啊 在那个室里又有楼 他们退休的时候来 也有退休金 条件都挺好 为了为啥上农村来呀 咱这环境也不那么太好 我说那意思 市里头不也能 会不会也都挺好 还是 怎么个事呢 就担心这些是不是 是啊 你不消停过日子嘛 要我说 大哥啊 你之前的挑剔劲 是变成蝴蝶飞走了吗 真是狐狸性怕张天使 一物想一物啊 瞅这些东西 就是正经过日子 你知道不 这个人挺能干的 完了呢 就是养这些东西 你一看就是 按咱们的说法啊 就是物有所值 人家就是养这些东西 你一瞅 正经过着人家 你说咱们女的找个相 不就是找个依靠吗 咱不是个个吃不上 也是能吃上 但是 人家大哥养这些东西 你瞅人家说了 挣个十万八万的 你讲话的 哥这块 不管是共同花也好 咱看着钱了 不论多大年纪 要想相亲成功 还得经济实力雄厚啊 大姐觉得大哥不仅人品好 而且能赚钱给自己花 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结婚了 完了再离婚 那啥 那能这么干了 所以说必须得说的 这绝对得认可了 完了之后 这手一半 哎 这样就落地了 你也是安心了 我也安心了 你对不对 那个也感谢那个红娘们啊 让咱们印识 完了希望咱哥俩们往后又处又好 好 从大姐的直言片语中 也不能看出 她是真心实意的 想找个人过日子 大哥呢 也是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这两个人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在这呢 咱们也祝福大哥和大姐以后的生活比拟海田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坚如磐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七哥 咱们评论区见